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硅谷子》里写道 不见其类而未知者 见逆 不得其行而说知者 见非 得其行乃至其数 此用可出可入 可见可开 故圣人历世 以此先知而见万物 意思是一个人说话 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 就信口开河 往往适得其反 容易遭到别人的质疑 还不如知根知理之后再去说 才能让别人心服口服 对情况了如指掌的人 说什么都可以做到 随机应变 进退自如 一个人在社会上混 心心肆肆的人都可以遇到 有人帮助你 也有人伤害你 还有人不冷不热地看着你 有的人善于伪装 有的人心知口快 还有人沉默寡言 形形色色的人之中 你还会遇到 成福很深的人 他们心机很重 也会想方设法地伪装自己 比较难以打交道 真正成福很深的人 与人相往时 喜欢说一下这几种话 其实很多人都会在谈吐之间 有意无意就暴露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聪明的人一听就懂 一 不是非常肯定的话 总是有灰险的余地 有的人说话就说绝了 让别人没有建议的余地 就是要反驳 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这样的说话方式有点咄咄逼人 还容易得罪人 一个人说话不可能都是正确的 有时候自己的观点是很片面的 是以管亏报 和现实有差距 如果说绝了 就是让自己的将错误进行到底 对自己没有好处 成福很深的人说话不会很肯定 有回旋的余地 比方说他看到了一只大雁飞过天空 他会说可能刚刚有大雁飞过天空 如果不是一只大雁 而是一只老鹰 那么他还可以有承认错误的机会 别人也不会横加指责 而是能够理解 再比方说 他看到了一些社会不良现象 也不会严厉批斗 而是以提出建议的方式 让别人意识到错误 他的话往往让别人很容易接受 成福很深的人不会说 肯定 一定 不行 不对 之类的话语 说话语气比较委婉 留下了反悔和继续说下去的空间 话语说出之后 还有很多的选择 二 鼓励别人的话 让别人舒心 也为自己笼络人心 俗话说 两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流月寒 一个人多说好话 多鼓励别人 多发现别人的优点 对别人来说是一种帮助 就是你自己家里的孩子 常常鼓励 孩子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有出息的人 会更加地努力读书 把自己的优点发扬出来 我的同事顾志祥 和别人说话的时候 总是面带笑容 眼里都是鼓励的眼神 即便是一个乞丐 在他的眼里 也会是一个有用的人 上两个月 我们单位组织去走访 困难群众 大家都带着慰问金和一些食品 送给了困难的人 然后就回来了 之后和困难的人 就没有什么联系了 但是顾志祥却不一样 他留下了困难户的电话 走访之后 还去了困难户家里几次 他鼓励困难户 外出打工 经过了几番鼓励 这个困难户真的走出了乡村 到城里的一家餐馆打工 虽然工资不高 但比在家里务农强很多 后来 这个困难户还带了很多土鸡蛋 送给顾志祥 单位开会的时候 表扬了顾志祥 顾志祥就说 我就多留心了一下 也没有做别的 生活中 我们往往就缺少留心 与人交往的时候 没有用心地看别人 也没有用心地观察别人的优点 城府很深的人 会留心观察别人 还会真心地鼓励别人 让别人很开心 他自己也会慢慢地汇聚人脉 也许在以后的人生发展路上 用得着 人与人请真诚相待 用真心换真心 多一点理解 就多一次幸福 3.左右逢源的话 不责罪任何一方 弗兰克林曾说过一句话 成功的第一要素是 懂得如何搞好人际关系 在这个社交化的社会中 到处都讲究人脉的重要性 从某种程度来说 人缘好也是能力的一种 拥有好人缘的人 他一定同时拥有了 吸引别人的特质 城府很深的人喜欢说 左右逢源的话 这是一种很圆滑的表现 不管谁错了 谁对了 不忘加议论 如果真的要给别人评评理 也是点到为止 不会因为讲话而得罪别人 印度哲学家 克里希纳·穆提说 不带评论的观察 是人类智力的最高形式 真正有智慧的人 总是听别人说什么 看别人做什么 而不是自己夸夸戏谈 更不是用大声说话的方式 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 什么是左右逢源的话呢 比方说两兄弟吵架 吵得不可开销的时候 就请自己的长辈来评理 长辈说都是一家人 输了赢了都没有关系 长辈注重劝导大家要团结 也就不会得罪兄弟中的谁 左右逢源的话 就是遇到了两个对立面的时候 讲一些大道理 说一些暖心的话 让两个对立面都对你有好感 并且认同你的观点 四 趋利避害的话 想方设法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趋利避害是一个人的本能 每个人遇到事情的时候 都会想办法地保护自己 比方说遇到一些极端的天气 一个人就会选择待在家里 或者待在其他比较安全的地方 城府很深的人说一些趋利避害的话 也是一种本能 只是他更加注重说话的技巧 不会直来直去 让别人感觉他就是一个人 有一己私利的人 既要保护自己的利益 也不伤害别人的利益 也不得罪人 我的同学李军一直在农村发展 家里种了十多亩柑橘 有一次 他和隔壁邻居争夺一块土地 邻居和他降职了很久 都不愿意让步 他就主动地找到邻居 说 你们家的儿女都外出打工了 并且赚钱很快 比在家务农强多了 而我这么多年都在务农 辛辛苦苦也赚不到什么钱 这块土地本来也没有规划清楚 到底归谁 我看 我把这块土地种上柑橘树 以后柑橘长大了 你们想要摘来吃 随时都可以 一番话让邻居做出了让步 李军得到了这块土地 邻居反而同情他 现在柑橘长大了 邻居偶尔会摘几个柑橘回家 但是大部分的柑橘 还是李军采摘了 为个自己带来了更多收入 去利益害的话 一般是欲扬仙逸 要自己装得可怜一些 走人低调一些 如果一个人夜郎次大 那么别人就会寸步不让 也可能会互相伤害 5.转移话题的话 避免与别人发生正面冲突 很多人在说话的时候会转移话题 这是臣服很深的表现 但是很多情况需要转移话题 才能够保全自己 不让事态恶化 不让别人以讹传讹 前几天 我和几个同学小聚 同学王大明说 李振文同学真的太不像话了 自己在东莞办了场 从来都不让同学去看一看 也不请我们喝酒 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这句话让在座的几个同学很有共鸣 觉得李振文不够意气 不是好同学 这个时候李振文同学打叉说 还是看看今天大家吃点什么 别光顾着讲话了 这个菜馆的鸭肉味道不错 很快大家就关注起了菜谱来了 关于李振文的话题就岔开了 李振文为什么要岔开话题 其实他和李振文是表兄弟 他就是在维护自己家里的形象 一些话题可能会伤害到自己 或者对自己有一定影响 如果可以转移话题 那么就可以避免伤害自己 也不会和别人有正面冲突 如果直接指出别人说的不对 严厉地批评别人 就会获上交友 引发不必要的矛盾 因此 诚服很深的人懂得转移话题 真正诚服很深的人 说话很有讲究 可以做到心中有数 不会轻易地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 看起来很简单 也很好与人相处 事实上一直在说对自己有好处的话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聆听 期待你的留言和分享 佛禅每天为你推送新文章 希望你每天都有性感悟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